大家好,我是钟一劳 今天我们根据这个形象的平面图 给大家讲一下肾解石我们临床的治疗方案 同时也给大家讲一下肾解石日常生活中 应当怎样防止肾解石的发生和复发 钟一讲肾,煮水,藏精,煮气化 而我们肾的气化功能和我们膀胱的气化功能是相通的 所以说肾的主要功能是我们体内的肺水通过膀胱排除体外 所以说在排除肺水的过程中 一些不良的因素会造成钙质值的增高 就会形成我们的尿酸炎尿碱的沉积 就形成了肾解石 一般的肾解石都在我们的肾斩内 而肾斩内的解石 一般的我们下斩的解石很难排的 因为我们经常是站立的 我们下斩的解石向上走 因为是重力的作用很难排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肾鱼解石 大家看没 肾鱼的解石就是我们肾斩一些小管 它汇总的尿液到我们肾鱼 再通过我们输尿管排到膀胱里边 我们肾鱼的解石相对的就好排一点 而我们肾斩和中斩的解石相对的好排一点 那么肾解石它都是什么成分所形成的呢 一个是我们尿酸炎解石 还有一个是我们草酸钙的解石 还有呢 磷酸钙 硫酸钙的解石 一般的肾解石的患者多于我们的饮食有关 你像经常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 容易使我们尿的酸性增高 形成尿酸 尿碱的沉寂 有的呢 像我们经常吃一些菠菜 草木灰含量增高 也就是草酸钙含量增高 造成草酸钙的解石 经常的喝水少 尿液少 一些小小的尿酸盐或草酸盐 磷酸盐的沉寂就冲不出来 逐渐而然的就会形成啊 解石的增大 而肾解石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第一个症状 因为啊 腰围肾之腐 我们就会出现腰痛 腰困 腰重的症状 同时呢 有一些解石呢 它会划破我们的输尿管管壁 会造成我们肉眼血尿 如果呢 这个肾解石 看顿在我们的输尿管 就会形成我们输尿管部位 梗阻 水肿 形成输尿管解石的疼痛 尤其是在前腹部 疼痛特别严重 脚痛症状 所以说呢 这个输尿管解石 还会形成啊 由于尿液排不出来 造成大白肾 造成我们肾的功能丧失 所以说 肾解石啊 治疗起来呢 要急急 同时呢 肾解石的治疗方案 就是呢 通令化石的基础上 稍作以活血故肾 为什么要活血啊 让我们的这个输尿管输张 使解石能够顺利的排到我们膀胱内 排出 一般呢 肾解石 我们的治疗方案很多 我们经常用到一个方子呢 就是食尾散 在这个基础上 加一点冬葵籽 加点玉米 加点王不瘤 等等的一些药物 在肾解石的治疗方案中 和我们胆解石的治疗方案中呢 金钱草和海金沙的用量 都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说呀 通令化石 所以呢 活血故肾 是我们治疗肾解石的治疗方案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呢 你有肾解石 请您告诉我 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谢谢大家